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原神资料站 然后接着讲这个最后的一个主线任务 临时这个任务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任务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从这里直接跑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任务的前期 全部都是这些跑步的任务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小地图跟你这个跑法是不是一样 如果跑错了按我这个方向改一下 好的我们来到这个传送点 我们对完话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那前面本来是一块大石头的 这里有很多炸弹 我们打一下这个炸弹 这个大石头啊就被劈开了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面走 那走的路线按照这个地图啊 有一条路 大家有没看仔细啊 有一条小路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地图 然后我们乘着这条路走 就能从这条路走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就 jelly 我们也可以去击跶 走这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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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走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走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好的 我们前面还有一条小路啊 我们一直往前面走 这里的话有一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先拿一下 我们接着往前面走 那如果大家自己能跑得过来的话 就不要看这里啊 直接跳过去 跳到两分30秒 这样的话就开始任务了 这里的话我们先下去 好的 我们开始啊 终于到达了我们这个任务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的任务是进化5个大金石 我们先往这边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就是我们第一个大金石 那我们先去啊 充能一下 那这样会出现一个怪啊 我们先打掉 打完怪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门口啊 有一个蓝色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冲一下这个能量 然后我们继续跑回到这里 然后他这里的话就会2% 10% 10% 而它充满为止 好了 我们第一个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那从这个中间这个桥上过去啊 这里有一个传送锚点 然后我们往右边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大金石啊 就在前面 嗯 同样的方法 我们将怪挡掉 然后我们继续找一下这个能量啊 补充一下 然后回来 再再将这个调到这个100%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柱子的方向啊 过去 然后我们从这里啊 跳下去 有没有看到啊 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啊 这个烟雾一样东西 那烟雾的方向啊 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大金石 同样的方法 我们先冲楼 然后将怪消灭 然后我们去剪这个冲冷的东西 那因为这里有一个黑色的雾气啊 所以说我们先将这个雾气啊 先去除一下 那另外一个冲楼的地点啊 我们往这个北方那对在这上面看到没有啊就在这上面 好的 那我们完成这个百分之百啊这个的话也就成功了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回到这个传送点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下面也有一个啊 这是第四个啊 第五个是在上面 谢谢大家 我们回到这个传送点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就在这个右上角 那我们从这个右边过去 从这个小路过去 这里的话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先将这个先充能一下 那有了它 我们就不需要跑远路找这个光源了 来我们就回去再充一下人 好 我们就可以给中间这个充能一下 还是老样子 我们将怪消灭掉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中间 给它充能 但是这个黑雾啊 你挡掉之后 它又出现了 那这样的怎么办呢 那我们领到光之后 我们跑前面一点 来在这个位置 那后面的话就是一些挡怪的 或者是聊天的 那我就不多讲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有空的话点个赞吧 咱们下期见